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安 我現在要在秦美成品這邊 因為我今天有工作的關係 就來台中一趟 然後現在結束後剩半天 我就想說那我來逛逛 然後先前有在IG上就是詢問網友說 有沒有適合一個人辦日遊的地方 大概有95%的網友都推薦我就是秦美這裡 然後我之前來這邊為蠻喜歡這邊的氛圍 然後加上我有來過這邊我比較熟悉 所以我就想說來這裡逛逛 之前把網友推薦還有我自己找的店 都存到有郁多Map裡面 所以我一打開就可以知道附近有什麼店 然後我找了一間應該是我這一次搜集的裡面 我覺得我最想去的店叫做 Spirit Tea Factory 然後也是網友推薦給我的 然後他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剛看了一下就是他有賣一些麵包 然後肉桂捲什麼的 我現在應該就是在省紀新村這裡吧 因為我就是看著地圖走 我其實沒有注意自己走到了哪 然後我剛就覺得那邊怎麼突然很熱鬧 然後很多很特別的小店 然後就發現說好像就是省紀新村這邊了 因為像我是不會騎車的人 然後加上在台北其實大眾交通工具很方便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算是耐走的人 但是剛這樣走我還是覺得好累喔 我覺得走好久我怎麼還沒到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不是很會看地圖 所以其實我繞了遠路或什麼也不一定 我到了但超多人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位置 我終於等到了 我應該等了有大概十幾二十分鐘吧 今天是禮拜一 但我來的時候後衛前面大概還有四組 可能是寒假的關係我猜 然後我點了一個肉桂捲 還有一個燕麥餅乾 給一杯冰北市 這肉桂捲超巨大 我覺得我一定吃不完 然後這個才八十塊 我剛剛在這邊等的時候看到幾乎每個人都有 外帶這個餅乾 我都燕麥的很好吃耶 因為我本來就是喜歡 軟食物的人 然後這種軟餅乾我很喜歡 就是你慢慢咀嚼也可以咬到一些燕麥香 然後有點那種微微黏牙的口感 這個好吃 如果喜歡軟餅乾的話可以推薦 它的美式超便宜 它的冰美式才55塊 還是在店面 超大 它的肉桂捲糖霜是已經在上面 就是凌固的那一種 切開以後 然後肉桂在裡面 像我爸很喜歡的是可頌型的 然後就是四圍路那邊有一間 它是他的愛 吃 耶 我拿到我的軟餅乾了 我剛剛吃那個燕麥的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就想說在外帶幾個回去給我爸媽他們吃 然後而且我剛剛發現有肉桂糖口味 所以我又幫自己多點了一片 然後一片才二十塊耶 超便宜 等一下再吃好了 我想去逛一下省記那邊 因為我剛經過的時候覺得那邊有 蠻多小店的 然後我也沒有去過那裡 所以我想說我現在去那邊 走一走順便消化一下我剛剛的那個 肉桂麵包 所以這邊給我一種很像韓國三清凍 那邊的感覺 就是一些小巷子 然後裡面都會有一些市集啊或是餐廳 我現在在穿完麵包 然後這一間也是在我IG裡面 收藏蠻久 但是我沒有想到今天會來 是因為我本來是想要去買女盒泡子 然後也是蠻多網友推薦我 可是我剛去的時候發現 剩下的口味都不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 然後我想說那我到附近逛一逛 然後就發現 欸穿完就在這附近 所以我就過來了 然後 我就跟隨我的心情點了吐司 因為反正就是一個愛吃吐司對不對 所以我點完以後我開IG看才發現 好像大家都是吃餐飽 但沒關係我就是先試看看 然後好吃的話我下次再來吃餐飽 好 它的吐司是外面比較脆 然後裡面是那種有嚼勁的麵包 所以你需要咬一下 不是那種很蓬鬆很鬆軟的 但是有機會來我會 蠻想要吃看看它的餐飽 因為它的餐飽好像還有一些 比如說肉蛋吐司啊 什麼玉子燒這種口味 這是我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雖然今天可能星期一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店都沒有開 還有這個也沒有開 但有很多我都還蠻想逛的 下次有機會的話我也再過來 然後這邊還有一間 之前網友推薦給我的那個召召茶院 其實我非常的想來 這裡 但是我今天要趕高鐵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在裡面喝 其實我已經吃不太香 因為我剛剛都是在吃這種類型的東西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進來 因為我是雞蛋高空 這間餅乾很好吃 我笑了 店員看到我拿這個 餅乾的包裝 跟我說這間餅乾超好吃 然後我們就 聊了起來 我覺得燕麥的餅乾很好吃 因為我喜歡 軟 軟 餅乾的口感 對那你可以吃燕麥 有一點原味的 因為這種東西我通常都喜歡 就是最原始的味道 不知道加什麼其他特殊的口味 我覺得它的雞蛋糕很特別的是 它外面有一圈脆的皮 然後中間就是我們傳統的那種雞蛋糕 就它可以一次滿足 就是你雞蛋糕你喜歡吃脆的邊 然後或是吃那個裡面 軟的那個麵包口感的人 那我很喜歡吃那個脆脆的邊 然後我就覺得 很開心 然後吃完脆的邊 我還是可以吃到雞蛋糕 的口感 就是一次滿足兩種的 十號口味 我現在又回到情美這邊 然後 我要謝謝推薦我那個 情美這一代的網友們 就是我 今天自己這樣子過來走半天 逛半天 我真的覺得 很舒服 然後而且我還去了我以前 沒去過的那個神祭 然後我覺得那邊 滿有趣的很多小店 對然後 今天好像沒幹嘛 就過完這半天 現在已經快五點了 我本來好像想的有點太美好 我還有想了一些 博物館要去 但時間好像根本就不夠 今天還有些想去 但是公修的店 所以我就留給下一次吧 白中 掰掰 掰掰